第四十七集 娄贤影 你有胆再说一遍 墨锦后沉着脸 阴森森地瞪着他 娄贤影嬉笑着 不怕死地再次重复 说几遍都敢 你王府的侍卫 本来就是废物 连几只老鼠都捉不到 我傍晚摸进去 很轻易就在墙角和院子的草丛里捉到了 很好 墨锦后怒笑起来 将石桌上的笼子 拎起交给白泽 下令 把这些黑鼠放回红莓园 本王倒是想亲眼见识 他如何捉住他们 他不可置信地瞪圆了眼 见白泽拿着笼子 领命要走 他整个人朝笼子扑了过去 不要 我千辛万苦才捉住的 现在放回去 那我今晚还怎么去相府 哦 刚才是谁说很轻易捉到的 转眼 就成千辛万苦了 废话 是他让这些老鼠唤行的 他要操控它们 还会难吗 可这是秘密 跟他们说还得了 楼显影朝他谄媚一笑 毫无骨气地推翻自己之前的言论 这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本事才这样说的吗 真的很难捉 我趴在草丛堆里 大半天才捉到的 井王爷 你大人有大量 一定不会跟小女子计较这种事的 求你不要把他们放回去 而且 这些老鼠可是四害之一 放回去 危害很大 现在是在红莓园 万一跑到别的院子去 可怎么办 我现在把他们都捉住了 不是做了件好事吗 他的嘴皮子溜着 谎话信手拈来 根本不用多做思考 他那句小女子 让木景浩肃然的脸一抽 若这三个字 出自其他女人口中 他一点也不奇怪 可到了眼前这个粗鲁 到不像女人的嘴里 竟让他有种生寒的感觉 井王爷 拜托 天快亮了 我把大理送过去 马上回来 绝不做其他坏事 你也完全不必担心 我受谁指使 会来谋害你 再说了 我也没那个能耐啊 如果你不信任我 可以让神兽跟着我 神兽 就是那只 楼旋影说着 往白泽身上一指 很肯定地告诉墨景浩 神兽是何物 白泽被点名 顿时凌乱了 他偏开视线 努力当作自己 什么都没听见 白泽 把笼子还给他 他并不是非要逼他当面 再捉一次黑鼠 而是他态度过于顽劣 他不过是让他知道 什么叫服软 哇 大好人呐 楼旋影听了他的话 不等白泽动作 先一步从他手里 抢回了笼子 左顾右盼 拎着笼子 朝着墙边的那棵树 高高兴兴地跑过去 至今他将笼子 掀挂在树枝上 搓了搓双手 攀着树 就要往上爬 这让在场的墨景浩 和白泽同时争主 你确定还是选择爬墙 墨景浩头大的捏了捏眉心 实在不能理解 他的脑袋架构是怎样的 放着大门不走 宁愿选择爬墙 这么晚了 大门不是早关了吗 不爬墙怎么出去 而且我刚才查看了下 从这翻墙过去 再走一段距离 应该就能出府了 楼旋影翻了个白眼 他又不是吃饱了撑着 爬墙不用费力啊 他以为他喜欢爬墙 墨景浩腻了他一眼 终于被他打败了 白泽 让侍卫把门打开 是 王爷 白泽没想到 王爷竟然会破例 开王府大门让他走 也许王爷自己都没发现 他对楼小姐 退让了好多次 这下轮到楼旋影 错愕了 他的一只脚 已经挂在了树上 正思考着 是继续往上爬 还是放下来 你开门 是让我出去 不然呢 还不走 墨景浩说着 率先往外走 他愣愣地眨着眼 直到他走出很远 才反应过来 拎着笼子 屁颠颠地追上去 静王爷 你也要出门 夜色不错 本王顺道出去走走 他抿着嘴 副手前行 看了一天的兵书 一来 他确实想走走 二来 他承认 他确实 挑起了他的兴趣 他很想知道 这样奇葩的女子 究竟在做什么 什么走走 明明是不信任我 要亲自去监督 楼贤颖小声嘀咕了句 只是他心够大 加上坦荡 嘀咕完便也没事了 挤在他前头 冲出王府 楼贤颖步走正道 挑了皇城小巷子钻绕 墨景浩也不干扰他的路线 只是不紧不慢地 跟在他身后 和他保持了一大段距离 到了相府 他极为娴熟地攀上了围墙 翻身进了府 墨景浩见状 眉毛一挑 和白泽一前一后 施展轻功 飞上了树顶 王爷 楼大小姐给楼三小姐放老鼠 真的没关系 这是他们的事 白泽很想问一句 既然是他们的事 王爷您这么积极 跟过来做什么 只是 他有这个心 没这个胆 楼显影跳进了雅善居 捏手捏脚 沿着墙 匍匐前进 趴在门槛下 将笼子里的大黑鼠放了出来 而后又爬着柱子 倒挂 翻上了屋顶 盘腿坐着 等结果 很快 房里传来动静 楼显影勾唇一笑 揭开一片瓦 整个人趴着查看 他瞪着大眼 在暗黑的房里看了一会儿才适应 伴随着一只黑鼠从床里被制出 和昨晚一样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也响了起来 楼悬崖整个人从床上跳了起来 然后尖叫着就冲出房门 他的尖叫声把巡逻的侍卫引了过来 看着衣衫不整还大喊大叫的楼悬崖 他们的视线不知该放哪里 三小姐发生什么事了 房里 房里好多奇怪的东西 爬到我床上 楼显影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 惨白着脸色 紧抓着侍卫的衣袖不肯松手 楼显影趴在屋顶上 很想垂地大笑 又怕被发现 只能憋着 差点没把自己憋出内伤来 同样的招数 竟然将两个人都整得这么凄惨 要是下次他换成蛇呀 蜈蚣之类的 岂不是能把他们当场吓晕 一名侍卫前去禀报 楼承德和柳姨娘等人 很快赶了过来 问明了情况 只派了侍卫进屋查看 楼显影怕被察觉 慢慢挪着离开 整到楼显雅就够了 可不能被发现 否则他吃不完兜着走 挪了半天 总算挪到围墙边 只要跨过一米外的那棵树 他就可以溜出巷府了 可惜树上立着两尊大神 只负责冷眼观看 完全忽略他使的眼色 拜托 亚善居里都是拿着剑的侍卫 各个武功高强 他都不敢保证 跨过去会不会被他们发现 更何况树上还有两个人挡着 让开 我要过去 他挥着手 以淳于示意他们离开 墨景浩冷眼盯着他瞧 压低声音提醒 你现在过来 必定会被发现 可惜不用等他跨过去 相府就有人察觉到 他们这边的动静 老爷 那边屋顶上有个人